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异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要转世成智 就是把自己的意识转换成智慧 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不跟你吵 你以后就不会跟我闹 我今天对孩子能够理解他 孩子就会孝顺妈妈 我今天能够懂得放着平等心去对别人 别人一定也会对我有平等心 转凡成圣 就是经常我要的东西 我送给别人 你整天的不思 别人就说你是个好人 能够帮助别人 整天想到别人的人 你已经超脱了凡人 你就是一个圣人 实际上 实际上凡夫的智商 是不能了解佛法的啦 凡夫有智商 这点IQEQ没有用的 他不能了解佛法的啦 在人间的一切 吃住行卧 对不对啊 都是佛法 佛法的奥妙 尽在其中 这个师父就是告诉你们 为什么吃住行都是修行 你今天帮一个孩子做饭的时候 你说观世音菩萨 我帮孩子做饭 孩子今后将来 我要让他好好学佛 他就是一个未来的菩萨 所以我现在供养孩子 我就是在供养菩萨 观世音菩萨今天 我睡觉了 我睡觉 我念完经睡觉 我心里有佛 愿观世音菩萨 佛性在我心中常住 我心中有道场 对不对啊 我今天睡觉 没有白花时间 因为我修行 睡觉之后 我为了明天更好的念经 你跟观世音菩萨这么一讲 你整个晚上睡觉 就不叫浪费啦 所以过去法师要求很高 一天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不许他们昏睡 因为人睡得多了会昏的 昏头昏脑 你们刚刚睡醒的时候 昏头昏脑吗 站都站不直啊 为什么呢 经常睡觉的人 会迷惑颠倒的呀 脑子不清楚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吃住行握 走路很多人也在念经 这就是奥妙 我曾经讲过一个事情给你们听 那个时候香港有一架飞机飞到韩国去旅游 这架飞机零开之前呢 突然宣布说 飞机上要重新检查有好几个零件出问题了 在试那些叶片的时候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结果呢 他这架飞机有几个机也没动 要可能两个小时请大家在飞机上耐心等待 要修 要检查 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 还不行 叫大家全部下飞机 一片骂神啊 我们的佛友这件事情告诉我做 他说他很开心 他下来之后啊 坐在那里等飞机修的时候 人家都在骂 他在念经 等两三张小房子念好了 飞机修好了 他说我一点都没浪费时间 骂的人是不是自己心里很难过啊 生气吧 他是说什么 他说求菩萨保佑了 还好念经了 如果不发现早了 飞上去再叶片不动啊 掉下来连命都没了啦 让我又念经又保证安全 哎呀 感谢官司殷菩萨 是不是心态啊 对不对啊 心态很重要的 过去曾经做过调查 凡是在蔬菜馆吃饭的人 几乎不吵架的 去蔬菜馆吃菜的人都不吵的 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学佛人和不学佛的人 喜欢吃素食的人 他的素质也很高啊 佛法是教育 因为佛的智慧是无上的 所以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无限的障碍 所以你们想啊 你们学佛想没有障碍可能吗 你说我学佛学了 你看我一点都没有烦恼 哪有可能啊 你越往山上爬 是不是风越大 你越帮人 帮人家背的业障 是不是越大 所以要懂得 无上智慧 要记住 我们在学佛当中 都会有障碍 遭不留神 人会走偏 会误解 所以对别人的不了解 走偏 你会耽误时间 所以要有明师指导 用本性的纯智 什么叫纯智啊 就是非常纯洁的智慧 明白吗 很多人有智慧 我帮助你了 但是我想从你身边得到回报 这种不是纯善 听懂吗 帮助别人 要没有回报 叫纯善 所以要有纯洁的智慧 去证悟佛法 去行佛 大家知道什么叫行佛吗 就是走着佛陀的路 明白了吗 当年佛陀生团去托波 其实一样 佛陀为什么要叫生团这样做 你们知道吗 第一 让你排队 不管男女老少 不管你过去是皇亲贵族 太子 今天 都是一样的 拿个碗 请求别人供养 那么你就放下了自己的傲慢心了 第二 给你饭的人 你可以让他培养出慈悲的心 因为他给你饭的时候 他觉得我在布施 我在很开心的在布施 他有布施心 你有感恩心 又去除功高我慢心 那个时候 比丘比丘 你跟着佛陀出去托波去实 家家敲门 有的人给你差一点 有的给你好一点 有的说我没有了 你全要接受 就是来放下你的功高我慢心啊 因为众生在这个世界是迷惑颠倒的 所以佛才会出现 因为众生把赚钱认为是第一 所以佛才会来教导我们 钱财都是空的 因为众生认为色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 所以佛陀才传下了佛法告诉你们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人生的男女之爱都会过去 所以佛陀知道我们有这些五欲六成才到人间来救度我们 创立了佛教 让我们不要走偏 所以佛吃了很多跟人一样的苦 所以众生与佛本为一体呀 很多人说佛是众生 佛是先觉悟的众生 你们知道什么叫佛呀 就逼你们找一点觉悟呀 你们不能小看自己的 经常拿块镜子照照自己像不像佛 不是表面上要眼睛露出无限的慈悲 很多人眼睛都能布施的 看见这个人很可怜 眼睛 哎呀那种感恩心慈悲心都出来 眼睛会传神的 你看看一个人长得再好看 你去跟他讲两三句话 眼睛发呆 人家就说他脑子坏掉了 你去看神经病好了 表面上都很好 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过去跟若智儿童写康会那些小孩子 我去帮助他们 去慰问他们 那些小孩子跑过来 哈喽啊 跟你很好 一看很好 各个看出来都没毛病的 你跟他讲两三句话 过一会儿眼睛不动了 你就知道脑子出问题 听懂了吗 所以眼睛要慈悲 佛就是先觉悟的众生 众生就是未来佛 佛是无上的智慧者 佛菩萨能够多多的帮助你们 你们就要精进的学佛 精进的延伸自己的佛的能量 你们不知道 学佛人都有能量 你们只要广发菩提心 菩提愿 行菩提 那就会有一种能量 这个是什么能量 你们知道吗 你对别人好 别人会对你好吗 你受气的时候 别人会来安慰你吗 很多人都来帮助你 安慰你 你有没有能量啊 那你这点能量是怎么来的啊 因为你是帮助别人 你平时一直在造善因 行菩萨道 等到你有一点困苦的时候 大家都来帮助你 大家都来爱护你 每个人都尊敬你 每个人都尊敬你